问你们啊 如果今天朋友邀请你去喝喜酒的话 你会报多少钱呢 留言在底下给我知道吧 大家好 我是号车马来西亚最多米妹的 拿了巴西麦时频道的主要是想赚钱 加密货币还有视频节节的内容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也感兴趣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每次更新影片的时候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然后第一时间观看我的影片 在讲这个红包不红包之前 记得通过我下方的链接 现在bybit有一个非常够力的福利 通过我的链接这里注册的话 可以享有30,030美金的福利 然后你注册了过后 也可以免费进来我的telegram群组 我时不时会分享一些我的单 就好像上个星期我讲以太坊空 如果你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我讲以太坊空 然后那时候以太坊空到1070 还是1080 我忘记去了就是10的头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回以太坊的走势就知道 在上一个视频我们的那个盈利去到哪里 OK 然后记得点击进去 然后你就会进来这个页面 你进来这个页面 然后你看到邀请吗 三条是两条去就对了 这就是我的个人的邀请的这个页面 如果你可能会想说 我已经有bybit的户口了 不用紧 如果你已经有bybit的户口的话 我建议你 因为你已经有bybit的户口 你是旧客户吗 旧客户就没有办法参与这个30,030美金的那个 福利 所以我个人建议呢 你通过我的链接 注册一个户口 你就as了一个新用户 就可以去参与那个30,030的福利 OK 然后你可能会跟我说 哦 不好意思啊 我已经做kyc了 不用紧了 如果你第二个户口 你已经做kyc 如果你的kyc是用ic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你注册的户口 可以试试看用 driving license或者passport 可能或许有机会通过 不是不知道 你可以试试看 OK 然后你注册了过后 kyc了过后 然后你看到这里有四个方块吗 OK 你看这里有一个福利中心 你点进去 跟着这里的福利跟着做 领30千领30号 bybit这次给到很够力 所以虽然他写他的活动还有13天 但是我个人建议以我个人的经验呢 他们每次做活动 他们每次做活动不管是任何平台 他们一定是有一个limit的 但是那个limit可能在13天之前 或许用完了他就直接结束这个活动了 所以我个人建议你现在马上注册马上kyc 马上做这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去领取 很简单 有些是充值呢 好像这个充值3000美金 充值3000美金就给你100美金的体验金 哪里招哦 所以赶紧行动 ok 然后其实啊我看后台了 他们有跟我讲说 后台数据有看到 很多人通过我链接注册 然后充值都是10千美金以上的 非常谢谢你们 ok 当然这也是我提供的价值给你们 可以拿到这个福利 ok 记得有户口不用紧开过新的 已经之前就的户口kyc了 不要紧 用别的方式来做kyc 用JerryVenicent或者用passport ok 然后再讲那个 哦对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现在觉得现在的价格是很美的话 一定要用bybit 为什么 因为现在bybit 你买一个以太坊 他会拿到一个以太坊 听清楚啊 买一个以太坊 可以拿到一个以太坊 而且是零手续费 你在其他平台 你买一个以太坊 可能你只会收到0.9XXXXX 为什么 那个0.0XXXXX 飞去哪里啊 那个是手续费 所以如果你今天 你在bybit买一个以太坊 就会获得一个以太坊 这里写着零手续费 所以赶紧行动吧 今天我们讲 马来西亚发生的这个事情 我相信世界各地 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OK 在讲这个话题之前 请在底下留言 你觉得报多少 比较好 然后视频的最后 我会分享 我对以太坊的走势的一些意见 OK 现在我 我觉得我个人 我觉得我要发生一下 OK 就是 这个故事 我相信 只要是马来西亚人都知道 今天Facebook 炒得沸沸扬扬扬 简单来说 就是 大哥 你再不给你当酒店 喝喜酒 只包20块 不要弯的 你知道现在一桌价位 已经去到千五了 你包20 是我们亏大吗 你知道来和平均就要150 还没算GST 我真的 拜托你们查了价钱 就算850我们也要天啊 请你来肯定要给钱 这是我们花人几百年的传统 你可以讲我们现实不现实 难道谈感情感情可以拿去 OK 我个人觉得这 呃 这位朋友 如果你请得起一座 千五块的喜酒的话 我觉得你是不是一个缺钱的人 但是包红包给你的人 你清楚了解他的经济状况吗 我觉得包20不是他不尊重你 可能是他的经济状况 我个人觉得 什么才叫不尊重 不尊重 我个人觉得就是讲要来 然后放飞机没有来 这才叫不尊重 他来了 就算他没有包红包给你 我个人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请人家来喝 听清楚啊 请啊 请人家来喝喜酒 邀请人家来喝喜酒 邀请 这样人家为什么要包红包给你 包红包我觉得不应该 我包红包只是哦 你们可能觉得会厉害是什么 如果今天今天讲真的啦 今天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我开生智慧还是什么 我请大家来吃 你我我敢敢跟他们讲说哦 你不用拿礼物来也不用紧了 如果你如果真的是不是很OK的话 因为MCO过后啊太多人结婚了 你们要明白 MCO过后真的太多人结婚了 我只是收红帖 我啊收那个大红啊 那个炸弹 炸弹我也收到怕 我包红包我也包到怕老实讲 哦 我只希望那对新人朋友跟我说哦 呃 87man啊 你对我们太好了哦 这段友谊 我觉得你不用包红包过来 哦 我们你就过来吃一餐帮我冲个场面 哦 啊 这样子我几开心你啊 你知道吗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包多少包多少 而且我最心酸的就是我有朋友跟我说 他这个月过得比较难一点 然后他他这次的喜酒他包很少 不懂他就跟我讲说我不懂他会介意吗 我就讲哎呀 那么久的朋友应该不会怎样的啦 哈这样子 你要清楚知道人家的经济情况怎样子 你想想看啊 如果 我我是讲啊 如果现在 呃最低薪金是1500块吗 如果他薪水或者刚刚换工 他薪水真的只是1500块 你觉得1500块 他要包一个百五给你啊 哎真的是真的是要命的嘞 你想想看人家打工一个月1500 就要包红包给你 百五的话真的很要命我宁愿你不要请他 你请他他不要来你又不爽是不是 所以讲哦做人真的很难然后你又要冲场面啊 是不是哎不要讲啊 通常这样的人啊我真的是比较希望他最好啊以后他请请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要来啊 最好啊希望了哎呀然后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留言啊 请喝喜酒就要请你做好准备人家包10块20块来 看不开其实就直接不要摆业搞到结婚好像是拿来赚钱那样 所以很多人就是呃 结婚就是拿来赚钱做收给人家看 你做收给人家看还不要紧 你还要呃 几十几一百座的人来 我有些我看人家的婚宴很厉害的 搞到一百座一百座代表如果做满的话一千个人来看你们演戏 看你们做收哎 你想想看这一千个人啊 你如果你给他们工钱来演戏来 来什么的话哎多少钱了 是不是请是免费红包给的是人情不给是道理 没没没母亲母后好眼冲带桃乖白招 别以为白酒可以赚钱 宴席根本是当人衰鱼 同样价钱吃高级补肺不香吗 请得你免费我认同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最后得利是餐厅 下次请喝喜酒门口记得张贴最低消费 百五不是得咯 对啊我个人觉得你请洗帖的时候啊 最好是你的洗帖在那边注明啊 啊红包最少包百五 如果包少过百五 请不要出席谢谢啊 这样子就高定了啊 你要有人家来冲场面 然后人家包少你又又什么 如果人家包多的话你会退给人家吗 哦我觉得很好笑了 你们有什么意见呢 这个关于20块啊 底下留言给我知道 哈哈哈真的哎这个话题啊从 不管几时任何时候发生的话都会成为整个马来西亚 好热度第一的新闻的哈哈哈我之前写过一个文章在Facebook 哦就是关于包红包两块钱的文章 然后过后就被转贴到很多个啊新闻的网站 哦所以是这样的只要这个话题一丢出来肯定包了 所以大家知道怎样要变红吗 啊就是拿这个话题来讲就会变红了 OK讲了那么多 我们还是关心一下我们的以太坊的走势 OK以太坊的走势我之前讲他会跌吗 那时候在我多少钱啊 我忘记了 差不多1200左右这样是吗 做孔 然后吃到我的止盈点 我的止盈点在这个1087 我这个这条线很早就化了 打到止盈点就重回上去 可惜的是我没有在这里做多 OK我在这里没有做多 因为我看接下来的行情还是跌 我个人觉得是跌了哈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我个人还是会会觉得跌 可能他会涨一波才来跌 所以现在是他涨上去吗 他这里从这里就开始涨上去了吗 但是大家看到了什么东西吗 看到了什么东西了吗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哦 你看哦他现在在这个三角形的顶部 所以如果他突破的话我觉得可以做多 但是如果他没有突破的话 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不错的做空点 我已经开空单了 好我跟你们讲我已经开空单了 大家最好不要跟等一下爆仓的时候 不要赖我哈哈哈 只顺值赢多少 我就不讲了 你们自己去 自己去 阿嘎 OK 现在的情况呢 我个人觉得他是会跌的 跌到这里 OK 跌到多少 跌到这个三角形的 点啊 看他走到哪里啊 然后如果他涨的话呢 我会怎样子做呢 如果他涨他突破 然后他下去这个三角形的上面 我可能就会在这里 安排做多 好 这是我的交易计划 我的交易计划 来我现在整理一下 第一 长期来看我个人觉得是空的 OK 因为我觉得那个FBS的事情 FDS的事情 不会那么快结束的 就像那个LUNA的事件 这样子 不可能那么快结束了 FDS的事情才 他没多久 不可能他的风波只到这里罢了 就不会再跌了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OK 因为我之前讲说FDS 很大可能真的会好像LUNA的情况 这样子 大家不信 全部在FDS22块的时候 all in 现在 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真的不要拿这些机会来玩 这是如果你拿这些机会来玩的话 跟你在赌场赌大小有差别吗 没有任何差别 记得投资归投资赌场的大小 不要搬来这里 哇 啊 赌场大小的那个想法 如果你搬来这里玩的话 就 完全就是赌博了 记得不要以赌博的心态来玩加密货币 不然你会死的很惨 好 这是我的想法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OK 呃就这样子 然后我接下来就会留意在这个三角形的区间 然后以日线来看 如果你要以呃 短呃 不要日线那么长的话 可以看四个小时了 OK 四个小时的话 你也是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所以四个小时很明显 你看他已经是想要突破一次两次都突破不到了 看到吗 一次两次都突破不到 OK 他实体没有站上去 哦 这个一点点我觉得可以不 不要把它列进去 除非他很大根 哦 这样一点点我觉得不应该列回进去 不 不是有效突破了哦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跌 所以说现在第一个测试 第二个测试 第三个测试也不能过 的话 下去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这是我的想法 OK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好了 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点赞订阅分享 然后开启小铃铛 然后记得通过我的链接注册bybee 可以享有30,030的福利 OK 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未来你我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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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